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野蛮先生袁腾飞 我小的时候学历史 那个时候都有这么一个观点 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唯一的动力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扯 你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老百姓造反 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 它实际上有两种类型 一种叫做民变 一种叫做电变 就是电户 电变 其中你要真正的讲说电变还有一定的道理 我活不下去了 我要造反 但是民变 纯粹就是自己生活不如意 然后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发泄对政府的不满 这么起来闹 而你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 除了陈胜吴广 那确实是 我要不造反 我就完蛋了 所以王一死 举大忌一死 等死死国可乎 起来造反 这是有道理的 别的你看 所有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民变 基本上都是民变 起义的领导人 没有一个是农民的 你包括陈胜吴广 他也不是农民 农民想的 农民的最高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对吧 水浒传 一百零八将 这一百零八个里边有一个是农民吗 他怎么能算是农民起义呢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李逵 是吧 这很多人喜欢这种人 李逵动不动一瞪眼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你凭什么动不动就把人杀了 朝廷自有王法在 是吧 这个人该不该死 是你说了算了吗 宋江为什么上梁山 因为他勾结梁山 然后被发现了 然后把这个阎西娇杀掉 你现在看 宋江一个政府基层公务人员 是吧 勾结黑社会 杀害情妇 是吧 这难道不应该判处死刑吗 咱那会还真不错 就光把他流放了 再有这些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口号 一般就是什么 君田免粮啊 贵贱君贫富啊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是吧 你说君田免粮地都分给你 是吧 然后呢不让你交税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别说他失败了 他成功了之后 他建立一个新王朝 他能不交税吗 是吧 他要不收税 他吃什么呀 他要吃的比你好 是吧 所以那会儿 李自成造反的时候 是吧 大家非常高兴 是吧 开开大门云闯王 闯王来了不拿凉 闯王来了是不拿凉 是吧 烧你们家房 是吧 什么都抢走了 包括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我教书 我看那个时候的中学历史教材 斗到什么程度 是吧 什么农民起义 是吧 比如说黄金起义 是吧 这就是这个按现代的话讲 对邪教组织领导的 是吧 黄金起义 沉重的打击了东汉的反动统治 是吧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起义 沉重打击了西晋的反动统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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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 是吧 比如说这个黄朝起义 沉重打击了唐朝的反动统治 是吧 李自成沉重打击了明朝的反动统治 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那也就是说我们历史上所有的王朝 我们祖宗经历过的朝代 没有一个是不反动的 是吧 我们反动了好几千年 然后终于到今天正着动了 是吧 那你这个就太说不过去了 这是一种很荒谬的历史观 所以啊 这个农民起义啊 现在是应该还它以本来面目了 那它根本就不是农民的起义 根本就不是农民 这个为了追求平等啊 追求这个幸福啊 是吧 追求这个美好的社会制度 而进行的这种造反啊 就是一帮人可能对现实不满 对社会不满 一种发泄 那根本就不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值得歌颂的东西 大家好 我是野蛮先生袁腾飞 我们这个野蛮先生节目 可不仅仅是历史的 更多的这个时事热点 包括八卦话题 大家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这个栏目的公众微信 如果你想听更多的历史八卦 可以在这公众微信上跟我及时沟通 更多的历史八卦 这点话题 咱们在野蛮先生栏目尽情的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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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